方忠心他自己理睿 所以二人先告状 我 或找神帅 凌儿 你去有什么用 护过神帅那般大人物 岂是你的小老百姓 说见就能见的 那 那也别在家里等死强啊 还敢盯罪 当初你要是嫁给方少 我徐家说不定 能跟神帅盘上关系 怎会遭此灭顶之载 方忠心他无恶不作 嫁给他才是灭顶之载 那聪明呢 买鱼的业务道强 如今我徐家遭此灭顶之载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有我在 谁也别想动徐家 业务道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装什么呀 人家方大少 可是去找护国神帅 要杀绝我们徐家 你还装什么装呀 直接找神帅聊聊 不就得了 找神帅聊聊 你说得倒轻松 能面见神帅的 都是江北天花板级别的大人物 就你 连神帅的脚趾头都不配件 伯母 那可不一定 宣元 今日出山宴 安排徐家面见神帅 还有方忠信 给我好好安排 明白 搞定了 叶武道 我知道你有些能力 但我现在没时间听你吹牛 哎呀爸 您病重的时候 武道可是醒来了轩原将军的 这次出山宴 由他做宝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好吧 那也只能 司马大活马医了 司马大活马医了 我早就说过 没有拜山铁 根本就进不去 你们还不信 哎呀妈 你先别着急嘛 等吴道回来就好了 吴道来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还不进去啊 胡道 要进神少出山宴 需要拜山铁 你拜山铁呢 不用什么拜山铁 我刷脸就行了 刷脸 哈哈哈 你个臭麦鱼的 什么档次 还想着刷脸 我看你啊 是橡皮吃的吧 哈哈哈